監視器拍下當時正下著與富人騎車 快要到路口的時候 這時路邊的行道樹突然倒塌 正好不偏不倚的砸中了富人 後面兩部汽車緊急煞住了 差一點就撞上樹幹 警消貨爆抵達之後 富人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這起事故發生在中午的時間 而這個時候高雄的風雨 正逐漸的增強 一名富人中午十二點多 騎著機車沿鳳山區的建國路一段行駛 結果就被倒塌的路樹給砸中了 現在是生命垂危 現場可看到倒塌的路樹 整個連泥土拔起 樹根吃土非常的淺 倒了之後整個横跨在路面 富人宋醫還在搶救當中 而路樹倒塌究竟是 有沒有人為的疏失 還是天然災害警方正在釐清 台風天外出騎車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